好 马上来关心 日前真理大学是传出 有六个系所将要在 114学年度的时候停招 其中包含了台文系 英美语文学系 以及会计资讯学系等等 那么今天呢 他们是召开了校务会议 就是要来讨论停招案 那其实台文系的学生呢 今天在校务会议之前 是在学校里面各处来发放传单 因为他们联署要来抗议 这个停招的讯息 那么其实今天他们的牧师 也有出面来说明停招原因 一起来听稍早访问 学校这一次做 据我作为教会牧师 学校老师的身份 我很清楚知道的是 我们教会在去年三月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决策是 要将我们的教育资源的法人 要做一个整合 因应时代的需求 不要太多的法人 各自在做这个发展 那我们要做一个调整 好 其实现在受到小子化的问题 也是越来越严重 以真理大学的台文系来说 109学年度的注册人数 是从37人到112学年度 只剩下6人注册 那么其实这还不包含了 转系以及转学的人数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问题呢 真理大学是说要停招 或者是病系来处理 不过台文系的学生是表示说 其实在这些讨论当中 都没有邀请台文系的学生 来一起讨论 所以他们有认为 被忽视的感觉 希望学校可以听到学生的声音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